槟城医院不到两年内 发生两次实习医生坠楼身亡事件 引起关注 由于社交媒体上 流传著死者 在生前遭到霸凌财发生 这起不幸事故 因此死因是自杀 或是他杀成为了一个不解之谜 众说纷纭 根据了解 第二位坠楼身亡的实习医生 于4月4日 开始在该院外科部实习 上班两周后 即于4月17日 在他租住的高楼住宅 坠楼死亡 愤愤不平的民众 在卫生总监丹斯里诺西山 脸书专业留言 指责卫生部霸凌 也说实习医生 在没有食物及饮料 下长时间工作 他们也是人 对此 诺西山亲自上场扑火 在留言处反驳 对方的霸凌之说 指实习医生 如今是轮班制 并要求对方 等待警方调查 及解剖报告 根据一名 在该医院工作的 前实习医生爆料 只曾被医院主管 言语攻击 说他没有希望 要他去最高楼层跳楼 这位化名 为阿俊的前实习医生说 该医院是以实习医生 皆被操得过度劳累 及遭欺凌文明 实习医生 不仅被正式医生 MO70 甚至也被护士欺负 他告诉网媒 自由今日大马说 他时被被迫连续 工作18小时 而他及其他实习医生 经常遭直属上司 言语上的欺凌 每个人都有 自己的局限和表现 而这些恶性的正式医生 就不失弱者 一位正式医生说 我没希望了 要我从最高的建筑物上 跳下来 当我回应 他说我的生命很宝贵 不会轻易结束生命后 结果 我在该部门的实习时间 被延长了两个月 在成为正式医生之前 实习医生 必须在不同的部门实习 每个部门四个月 实习期为两年 而正式医生 通常也是实习医生的主管 阿俊也说 他与其他实习医生 有时会受到 种族性的言语攻击 我被叫去割交 而无意实习医生 则被叫回去耕田 他指出 若有实习医生 因内心承受不了压力 而到精神科 寻求心理援助时 则会被取笑 并被标签为疯子 此外 另一名实习医生 J说 上司莫名其妙指责 他导致病人的死亡 甚至称他为杀人犯 他回忆当时 该名正式医生 MO正在准备 硕士文聘考试 并且从他实习开始 就三个星期 不见人影 我需照顾 二十名病人 也没有一个MO在旁间看 之后 我却因我没过的事情 而莫名其妙地 被称为杀人犯 J说 那是他人生中 最黑暗的日子 每天在医院 成为被霸凌者 猎捕的弱者 行动党大山脚 国会议员沈志强说 实习医生坠楼案 令人震惊 这已是两年内的 第二宗死亡案件 医院及卫生部 必须给予全面解释 这不是保密的时候 他也说 媒体报道 新晋医生工作压力大 也遭欺负 卫生部 必须马上调查 我们明白 医护人员的压力 因为他们的工作 事关生死 不过卫生部 必须有良好的管理策略 不要让医院 成为年轻医生 陨落的地方 兵州副首长 拉玛沙米抨击说 政府医院 没有认真解决欺凌 和羞辱实习医生的问题 令人蒙羞 兵州中央医院 一名实习医生突然死亡 使这家医院和国内其他政府医院的培训条件令人震惊 而他也听说过很多实习医生被欺负的故事 卫生部是否完全被新冠肺炎所占据 导致其他东西都被遗忘或扫入地毯 警方可能将其列为猝死 但警方必须调查实习医生死亡的原因 由于冰城中央医院的实习医生 受到欺凌和骚扰的指控 这不能被视为猝死案 拉玛沙米继续说 这是继两年前 一名医生再次死亡后 实习医生第二次突然死亡事件 他指出 如果不解决培训的方式和性质 未来或可能会发生更多不幸的事件 在医院 实习医生必须长时间工作 被包括护士在内的高级医生大声呼喝 在没有培训所需的情况下自生自灭 我理解 这不是医学医以上的训练 而是一种团训 他们被骂 被呼喝 目的是好像要在他们有所决定之前 摧毁他们的斗志 他说 现在是政府医院 管理部门和卫生部 开始采取行动 解决霸凌和羞辱 年轻实习 医生问题的时候了 根据网媒The Vibes报道 东北县警区主任苏飞安表示 警方暂以猝死的角度调查此案 但是不排除在获得新证据后 将重新划分谋杀案 兵州卫生局主任马洛夫表示 警方已对此案进行调查 多项化验结果的完整解剖报告 仍在等待中 而完整的解剖报告将提交警方调查 无论如何 他强调 鉴于此事 仍在调查中 以及 为尊重死者家属 卫生局希望各界 物随意揣测 并散播不实讯息 卫生局 槟城中央医院会配合警方 给予全面合作 此外 兵州卫生委员会主席 诺利拉指出 他已要求 卫生部处 宾州卫生局 和精神科部门 在开斋节 廉价后 尽快解释此坠楼案 及槟城中央医院 医生的工作情况 他已在卫生部 通讯群组 向卫生部部长 和卫生部行政部 强调此事 2020年12月22日 一名已向槟城中央医院 辞职的实习医生 在五级战母一带的 住家单位内 自杀丧命 案发后 此自杀案 被职与职场霸凌有关 但是 任兵州卫生局局长 阿斯马亚尼 反驳此说法